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并未享受到煤炭经济带来的好处 1968年 耿四星出生在古郊市和口着耿家庄村一个农民家庭 彼时 古郊还只是革命老区 贫困山区绿梁地区 所下郊城县的一个边院矿池 交通不变 经济落后 再加上又出生在兄妹众多的农民家庭 九年的穷过给耿慈欣的一生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 即使在多年以后 面对媒体 关于为何要给儿子取亲办豪华婚礼的疑问 回答依然是小时候穷怕了 就想给儿子风光风光 穷怕了 的耿四星长大后出落的一表人才 但因为穷 先后出了几个女朋友都无果而终 也因为穷 耿四星可以为了赚钱挺而走险 小世纪九十年代 煤态经济刚刚起步 修到暴力未到的耿四星 就和弟兄们抢占了一块地盘 在老家开启了黑梅窑 依靠四娃滥才卷取了巨额利润 自媒体文章称 在那时 耿四星就因看黑梅窑偷水漏水三千多万元 而遭警方抓捕 但在疏通关系取保候审之后 此案不了了之 在因黑梅窑遭到政府和警方连连打击后 依靠星狠手辣平走江湖的耿四星 意识到需要转变思路 据一位山西集资深媒体人介绍 大约在2003年左右 耿四星投靠了彼氏正如日中天的山西首富 素有太原地下组织部长支撑的张新明 已被抓 成为起徽下头号马仔 在张新明的一见下 耿四星与古教室 乃至太原市众多官员建立了关系 在官员们的支持下 耿四星打入政界 先后当时为村主任 村之书和古教室人大代表 依靠政界的资源 又先后获取了多个煤矿的承包权 据时任耿家庄原存支出石丁山公开举报 在2003年该村选举期间 耿四星开着奔驰车走向窜户拉却票 选我村主任的 每票600元 通过金钱会选高票当选 村主任 并在2007年通过同样的方式当选 为古教室人大代表 石丁山城 在他担任村党支部书记期间 因为耿四星曾办过刑事案件 按照有关规定 始终拒绝耿四星入党 耿四星就通过非正常手段 在张新明旗下的金业公司入党 再将组织关系转回耿家庄村 2016年在弟弟耿明亮引到二门赌博被撤之后 耿四星又接过了弟弟的村支书职务 耿四星的企业四星集团 耿家庄村党支部 村委会议设在此地 石丁山通过录制视频的方式公开举报 他当了六年村支书 就被耿四星殴打了三次 而且都是公众场合羞辱是殴打 导致他的三颗牙齿被打掉 山西医科大学思考鉴定中心鉴定为轻伤 实际伤残 事实上 被耿四星打伤打残敌人布局石丁山一人 网络公开举报着 长期以来 耿四星组建了一耿威龙 耿二兵 张二宝 程建军 张志斌 郭建军 郭艳明等位核心成员的武装队 恒行乡里 称霸公路 被这个武装队打致伤 致残得达一百人以上 2011年9月10日 张聚冰 张聚平的母亲出病时 引路过耿四星的洗霉场 而被玄器不吉利的武装队成员打伤 2013年 耿四星的武装队三十多人 应在古交税和口镇和口村搞开发的方产商之邀 将该村村民阳国华 吴明亮 吴永明等人胆成重伤 一位名叫张毛和的假车司机公开控诉 他拉没经过耿家庄 因不认识耿四星 问了耿一句 看铲车的在哪里 被耿去骂 你为什么问老子 你他妈算老几 两人发生口角之后 耿四星当场打断 他的六根肋骨 空手头一点七亿 在耿四星的美老板生涯中 最为著名的是与央企华润的一笔交易 凭借于古交税新家设乡政府的一纸秘密协议 他凭空从华润集团 拿走了一点七亿多元 付出的代价仅仅是450万元 2009年 随着山西省煤炭资源整合的推进 年产90万多以下的地方煤矿均进入整合区列 作为年产能只有30万吨的相伴集体企业 行家设乡两座相伴矿石 老沟煤矿和半沟煤矿均在关闭整合之列 2009年10月 古交市政府办下发 200999号通告 两矿被纳入古交18矿资产报 整合给通媒集团 2010年1月 原定的整合主体通媒集团退出 华润建立揭手 2010年6月 行家设乡人民政府与华润集团正式签署了整合协议 按照这份协议中确认的煤矿资产和资源储备状况 华润将向行家设乡对付1.7亿元收购款 但直至如今 行家设乡政府也没有收到这笔居款 虽然整合早已在2011年结束 卖矿的钱 被更似心领走了 按照前述股交市政府办下发200999号通告 2009年10月 行家设乡的这两座煤矿因重组整合 而进入关闭程序 营业执照 采矿许可证 生产许可证 等生产经营证件均被吊销吊销 生产设施亦全部拆除 然而在关闭整合矿井半年后 行家设乡却将煤矿城报给了耿四心 2011年1月26日 行家设乡政府以乡工业公司的名义 与耿四心签订了一份一次性处理煤矿 协议书 协议乘 自2008年奥运官庭以来 煤矿一直未能开采 2009年又列入整合范围 因此 经乡党委乡政府研究决定 乡工业公司与耿四心做一次性处理 耿四心在2011年6月1日前上交450万元 整合后的一切补偿全部归耿四心所有 两座煤矿的一切债权债务由耿四心承担 与政府无关 通过这份协议授权 耿四心在行家设乡把煤矿另购中成为签约主体 2011年上半年 耿四心将450万元交付行家设乡政府 其实 耿已从股交涉财政局 秩序 雷亿点7亿元整合补偿款 因在华罗领购行家设煤矿的协议书中 煤矿人债权债务和煤矿资产全部剥离 负责在煤矿之商的银行贷款 负责在煤矿之商的银行贷款 负责人债务和投资者权益在整合后被涌空 2013年以来 盐浮量等煤矿人债权人 投资人 普通工人等11名代表独自向太原市检查院市民举报继续资产被侵吞 据中国经营报2013年10月25日报道 在太原检报经过两次商会研究后 决定有法独职亲劝部门着手调查 但蹊跷的是 调查至今仍无下文 犯告是举报人遭到警方抓捕 8月20日 盐浮量告诉记者 在他当年实名举报 并接受媒体采访后 谷焦警报已扰了社会治安为由将他抓捕 在拘留所里关了很久才释放 垄断客运包括政府官员在内的多名谷焦当地人举报着 在山西实行美改之前 耿四星就通过黑金帝国建立的关系网 垄断了谷焦的客运市场 谷焦距离太原近22公里 但大巴车票价竟然高达18元 原因是沿线四十辆大巴车 全部由耿四星垄断经营 曾有媒体报道着 市民向谷焦市有关部门提出质疑 22公里的车程为何不开通公交车 得到的回答竟然是因为耿四星不同意 据一位大巴车主介绍 楼阀 蓝线八广太原的客运车辆 谷焦是必经知的 耿四星的武装队规定 这些客运车辆不能经过谷焦失去 只能绕到谷焦外环通过 而且只能下课不能上课 一旦被发现 谷焦的运管 交进配合拦截车辆 武装队成员则易用而上 财车 打人 对于拼车 滴滴车 因为影响耿四星垄断的客运 都是武装队打杂的对象 甚至连一些私家车也得被盘查 谷焦是一位基层公务员车 其一家在太原市区 为上班方便习惯拼车出行 到后来发现愿意拼车的车主越来越少 一问才知道 是因为受到耿四星的人威胁 车主怕被打不干了 当地人称 更似心利用村主任 村局叔 世人大代表的身份 在谷焦市建立了庞大的关系网 并以这些关系网作为保护赡 将占煤矿 撕挖烂财 垄断运输 积累了巨额的财富 成为了谷焦市数得上的富豪 在原首富 大哥张鑫铭被抓后 又登顶成为谷焦首富 民运沸腾 依靠暴力和金钱 耿四星横停谷焦十五年 积累了数以十亿计的巨额财富 也激发了极大的民怨 顾焦一位政府官员称 受过耿四星欺压的多名当地人 常年住在北京进行举报 政府曾多次派人来接这些人返回军被拒绝 他们说 回去旧的被耿四星打死 举报耿四星的人称 在这次警方通缉之前 最让他们感觉到希望的是2014年 彼时 耿四星的大哥张鑫铭被中纪委带走 耿四星一度配合调查 但没想到最后尽毫发无伤 曾深入调查山西煤炭江湖的一名资深媒体人称 这是因为耿四星在山西政法界 有很强大的保护伞 然而 保护伞再强大 也低不过中央的决心大 在2018年2月中央巡视组进驻山西开甲巡视回头看 期间 古交市200多名群众联名 向中央巡视 组 山西省纪委举报黑恶势力耿四星和他的保护伞 此时引起中央巡视组和山西省纪委的高度重视 将线索交办对古交市纪委 古交市纪委直接监察专题会议分析认为 举报内容中存 再涉黑问题 4月2日 古交市纪委将此案移送至古交市公安局 5月初 该问题线索移送还被人发布在网上 关于耿四星受黑受恶的举报在网上集中出现 其中多人通过录制视频或撰写材料的方式进行实名举报 其实山西一度传言 耿四星一遭抓捕 但官方一直未语证实 直到8月17日 犹太原市公安局制发的对耿四星公开悬赏10万元 对其同党悬赏1000到1万元进行抓捕的通告出现 创完包裁作时 8月20日 记者从太原市公安局获悉 耿四星遗案实行地地用警 犹太原市万百年公安分局负责办案 目前正在全力追捕中 为何早在4月纪委就将耿四星是黑线索移交警方 4个月后才发现耿四星跑了 山西省正把系统知情人士分析称 当时古交纪委移交的是古交公安局 在8月中央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督导署进驻山西入驻金寺兵管后 此案骤然提速 改为一地争办 应是中央督导署过问了 来源 综合人民日报客户端 北京时间 微博而平安太原 反正我们在1个月中央扫黑除恶专项 而入共掉后 你可以用扫黑除恶专项 但我们去印象大致将军 bought 向下的军刀